唉 你今天怎麼特別憂鬱 又變更胖了喔 對啊 不是啦靠北喔 不然是怎樣 是因為威力才又被藝人獨得了啦 那乾你什麼事啊 可惡 我也好像一夜致富 然後少費一輩子喔 喔這樣啊 你是要冷淡什麼啦 因為這種話題沒什麼意義 所以還是趕快結束 免得你又在那邊啰哩巴嗦的 你是撿到泡喔 那邊兩位帥哥啊 我好像聽到有人想要一夜致富喔 我好像聽到有人想要一夜致富喔 不好意思我們趕時間喔 唉唷不好意思啦 人家第一次做身份工作給我一個機會 不對啦你們聽我講十秒就好了啦 搞不好是在演什麼菜鳥業務嗎 不好意思我們真的有幾 我這裡有一個可以讓你什麼都不用做 就可以一夜致富的方法喔 那你剛好不自己用 來吧我追證明給你看 借我一元硬幣 剛剛那個停車怎麼回事給我解釋清楚 給我一元就對了啦不要吵啦 塞胸屁啊 來把一塊錢放在這個平板上面 呃這樣嗎 然後咧 閉嘴 什麼啦今天大家都吃到炸藥是不是啊 欸 欸 什麼啊 怎麼會這樣 這是什麼魔術嗎 這不是魔術 這是鑑於遠征 蛤什麼鑑於遠征 欸 本能力由鑑於遠征服加贊助 你果然是推銷業務嗎 有了這款遊戲 只要放著不管 什麼東西都能被強化 欸 只要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嗎 你可以試試看啊 那我放我的手機 變成iPhoneX滴滴滴滴了 那放蘋果 變成青森蘋果啦 貓咪也可以嗎 變成貓糧啦 這到底是什麼黑科技的東西啦 來吧 想要一夜致富我就靠它啦 不過這東西真的免費給我嗎 你自己留著不是很好 因為要夜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啊 再見囉 啊 啊 剛剛是不是想講業配 呼 真是麻煩的客人問東問西的 呃不好意思 你還沒消失喔 不過那有這麼好的事情啊 一定有炸 欸 所以剛剛那個人到底跟你說啥啊 欸 你剛剛丟下我一個人被推銷自己去買熱狗嗎 等等 如果貓可以變貓糧的話 那把學長放上去會怎麼樣啊 欸學長 你踩在這塊平板上面一下 這樣嗎 你也是毫無猶豫欸 蛤 要進化材料 什麼材料啊 什麼意思啊 實在嗆什麼啦 為什麼學長進化要需要我的毛啦 不過我真的很想看會變怎樣欸 試看看好了 誰 您好 在下學長 您怎麼一臉迷惑呢 好噁心的聲音 連個性都會超進化嗎 學長 你問我 笨蛋什麼白痴蛤 蛤 笨蛋什麼白痴蛤 什麼 嗯 然後呢 不對 你這時候不是應該要說 笨蛋喔 貝奇 才對嗎 笨 這麼髒的字詞 在下實在是罵不出口 顏色大崩壞 不過太好了 這樣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嗆我了 那再來一次一開始的對話吧 唉 怎麼啦阿嬌 怎麼今日 滿臉愁容呢 愁容 是因為威力才要被醫院獨得了啦 這樣子啊 在下認為 錢乃身外之物 我們人 本該就活在當下 既然 不是屬於你的東西 那就不要去想 知道了嗎 Fight 突然超級真善的我要吐了 你說你想吐嗎 在下 剛好有帶衛生紙 竟然還是雷絲變得面紙包 你是什麼少女嗎 欸 欸 痛痛痛 糟糕 怎麼這麼不小心啊 來 童童 童童 飛走囉 嘩 不行 這種學長小姐太噁心了 我要怎麼把它變回原樣啊 你說要變回原樣嗎 你從哪出現的 那我們就到馬車去吧 什麼啦 這從哪裡出現的啦 這裡 也是遊戲裡面的東西嗎 我們會把強化後的學長帶走 幫你換回原本的學長 喔 是這樣嗎 不過馬車走了之後 這塊平板就會回復成原本的樣子 你確定要這麼做嗎 沒關係 快把原本的學長變回來吧 了解 咦 剛剛怎樣啊 好像做了一個很噁心的夢 學長快問我笨蛋什麼白癡蛤 笨蛋什麼白癡蛤 蛤 白癡喔北七 太好了 學長回來了 你什麼被罵就會爽的類型嗎 哈哈哈 別忘了 真正的財富 一直都在你身邊 所以剛剛那個人到底要幹嘛 他推薦我們去玩一個什麼 放置就可以自動升級的遊戲 叫做 鑑魚遠征 那把你放的腦子也會自動升級嗎 你在哭喔 體驗副本 一界迷宮 挑戰上千萬種的闖關模式 全新卡牌收集 放置手遊 新玩法 鑑魚遠征